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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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琳 别跑啊 周琳 周琳 周琳别跑啊 周琳别跑 周琳 别跑 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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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恋恰 你弹不出一幅画 你与我不白发 快快快 快快 立刻进行全面检查 洛琳 医生 我张少爷心里又报表了 快来看啊 这个人 切莫惊慌 这里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世界了 云洛琳 你上辈子被仇家夺九曲佩芳 够取钱财 死于非命 现在 给你一次重活的机会 你是何人 刚刚那个是杜狼吗 你会知道的 这里距大唐星元年后一千二百年 能否与杜狼再续前缘呢 就看你的造化 你女儿的情况很严重 可能再也想不起 你是她父亲了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爹 这就是一千多年之后的世界吗 好神奇 虽然医生说了没事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多住几天吗 是要洛琳 多住几天吧 孩儿已经痊愈 身体已无大碍 爹娘为何不信 告辞 我去找杜狼讨个说法 看你平时咋带的他呀 她又想留下我一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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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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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老狮子铁王 还我的杜狼 杜狼 还我的土狼 杜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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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你这是怎么了 金人哥的病房 我们不在这一层吧 我们不在这一层 今天晚上又犯了吧 进去进去 洗洗洗洗 来来来 啊 此处又是何地啊 我们现代人的衣服 都这么包装的 大小姐 咱们该出门了都 小姐 大小姐 今天的慈善拍卖会 老太爷给了张五百万额度的银行卡 听大小姐喜欢随便玩 五百万 这合成多少银子 银子 大小姐 您的换算方式很挑钻啊 我得帮您查一查 大小姐 大小姐 约合一万六千余两百银 啊 一万六千两百银 那要我和杜狼做一辈子球 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你们来到 新月文物修缮慈善拍卖会 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我们今天所有的房品拍的款项 将用于我们的文物修复 我们本次拍卖的第一件房品是 汉朝同性 起拍价 四十万 四十一万 四十二万 四十二万 四十二万一次 四十二万两次 这啥 四十二万 一百万 一百万 这位小姐出价一百万 一百一十万有没有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一百万两次 成交 那我们进行第二项拍品 仿唐三彩贵妇 它的起拍价是 五十万 五十一万 五十八万 五十八万一次 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十万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这位仪式出了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十万一次 一百一十万两次 一百一十万两次 成交 一百五十万 一百六十万 一百六十万 一百六十七万 比一百六十七万高的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五百万 这位价格出到了五百万 有没有高于五百万呢 五百万一次 五百万两次 五百万三次 五百万三次 这个肚子肚子真的很同意 多了 大小姐 云总的电话 我早就想问 这是千里传言 原来世上真的有绝世武功 喂 云总 对 再回到路上 小姐有些不高兴 对 碰到杜思堂 好的好的 杜思堂 你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大学姐 你有所不知啊 那个杜思堂就是个混世魔王 杖的自己是杜思集团的独妙 欺男霸女 威祸一否 再欢场是乐女无数 再职场是独断专行 说起这杜思集团 是做传统白酒的 还看不起咱们做红酒的 要我说 这国际上有几个喝白酒的 我看他就是个土财主 土狼猫 他和我不和 是咱们云家集团和杜思集团不和 那他认识我吗 云总说了 您不是和尔虞我诈 今天这个慈善拍卖 是您第一次出续对外的活动 大小姐 要不咱还是先回家吧 我去会会他 那辣手催快可不是好招惹的 去去就来 那我陪你一起去 请留步 我堂堂云家大小姐也不是好惹的 单刀复毁又何妨 那您下车呀 我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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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丈高楼平地气 施主写的场景 如今竟然随处可见 您好 您找谁 我找杜思堂 请问您有预约吗 预约 啊 难道是玉佩玲吗 我没带在身上 哎小姐 您不能进去 我有正式找他 你有预晕吗 我今天没带 你不能进去 小姐 您好我是来参加面试的 面试的吗 请往这边 哎哎哎小姐 小姐 我也是来面试的 跟他一样 那给他一张吧 请填一下基本信息 准台 前台又有女人想来纠缠杜总 估计这个不准来尝 杜拉 哎哎小姐 小姐 杜总好 这个人来干什么 来面试的 面试 面什么稿 你气得我 杜总 我是来面试您秘书的 这是我的简历 好啊 总裁办正好缺个实习秘书 谢谢 让他明天入职 杜总 这个杜斯堂到底是什么意思 让他明天入职 是记得了吗 我倒要去看看 他究竟有什么阴谋诡计 总裁秘书是什么东西啊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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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蜜糖 做点心 小姐 请安 杜斯堂 你我的前程往事 我今天一定要讨出来 这老狮子又丑又难穿 不计我的绣花仙万分之一束缚 这是杜总的办公室 您稍等 你如果有脑子 以后这样的合作 就不要再来跟我说 这个心跳加速的感觉又来了 你干什么 你这人怎么认读别人东西啊 这是假的 你认得这鸳鸯商 我何止认识这鸳鸯商 我还认识一个和你同名同姓 甚至长得都如出一辙的人 你们两个如此相似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你为什么要走 我可不认识你 别靠近我 离我远点 立刻给我订回国的机票 爸 今天您生日 送您一份礼物 这是托我朋友从英国讨的 听说是唐朝皇帝用的 您看您希望 难得你有这份心意啊 这是假的 东霖 今天是爷子生日 别瞎闹 老大 你让洛黎说说 没准人家洛黎真懂了 欲是好欲 叔父 我这也是怕您被骗 打了眼 这玉上的龙纹 是五爪龙 而唐朝只有三爪 这 说不定是别的朝代的 一般皇上的玉佩是双龙 而这个是单龙 更不会如此简陋 只有龙行 你个小 你懂什么 你懂不懂 你就不 信不信我 我眼睛 你怎么有 你不懂就 老子生你是 能不能别给我消音了 我就不信我骂不了 你个大 你爸 早就告诉我你 爸 别说了 都不辣了 多少跟你说出有点妄想 有错就要直言 现代人果然还没我们那个时候开放 老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要不说还是大哥厉害 虎父无犬子啊 在爸的寿宴上都那么抢风 我爸随便出了国 如今十几年不见 刚刚是我太唐突了 洛璃打得没错 这个余子哥和之前的云洛璃是轻微竹马 星哥神态真是像极了度了 那杜斯堂 这个云家 派一个人来我公司就算了 还暗中散播九仙全要投屁的谣言 杜总 好像是您非要把那个什么云梨留下的 你懂什么 我只是在找自己心跳过速的病根 你为什么要走 我 算了 不计较的 反正奇奇怪怪的 肯定有阴谋 你等不出一步 帮我一起试等 是 你迟到了四十秒 给我冲杯咖啡 嗯 嗯 嗯 你踩の感情 离我有点 再远啊 再远点 再远 以后这就是安全距离 你不能靠近我超过这个距离 而且我要的是咖啡 没有你就去摆 什么死 你不要不情不怨 不管你试试 这里我说了算 懂了吗 我看这个女人的眼神就知道 她不仅仅只是个秘书 您招待杜总办公室身上头还没拿走吗 万一万一杜总知道了 哎 能成为杜太太的人只能是我 于芳不为了老公出轨有错吗 对对对对 你看 这么多年杜先生只和您联系密切 还还投资您的电视剧 早就把您当杜太太了 是吧 帮我查一下司堂今天的行程 你尽可能地试探她 于秘书 去哪儿啊 哎 我和你一起去啊 陆总 你怎么突然要买猫啊 怎么是嘉飞啊 蓝猫不可爱吗 云洛梨呢 哦 买猫的时候被挠到了 去医院打针了 不过 我打探到一个十分有用的信息 听说 她是云家那个很少露面的长孙女 云家为什么会派一个这么重要的人 难道她身上有什么秘密 云洛梨 我要的是咖啡 不是嘉飞 你的任务是要气死我吗 反正你也不记得我了 只剩一副空皮呢 从明天起 我就不过来了 你果然是故意的 我就不 我就让你继续过来 你怎么这般粗鲁无礼啊 你们杜家 真是家门不信 你们云家就好很多吗 我们杜家骑马 不会搞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不要走 你到底是谁 四唐 我从国外回来了 四唐 我从国外回来了 你这么久不回来找我 果然是变心了 不行 我还是要再去确认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动了 刚才的梦太奇怪了吧 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在吃什么呢 是生病了吗 你就算拐弯抹角地骂我 我也不会开除你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 我们九仙拳 就是这么坦荡荡 你是想帮我抹咖啡吗 不用 你注意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 哎 这该死的心跳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为什么 让我看一下你的左手 你我展望连在一起 今生便不能分开了 等会儿跟我去见个合伙 杜总 您怎么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 要不 晚一我把苏小姐给叫来 你把苏可原叫来 只会让我更没有心情 要不是我妈喜欢她 是她的粉丝 你觉得我会投她那些烂剧吗 那您确定要云秘术去 这可涉及到机密啊 对 我就是要让这个疯女人 看看我度假发展的有多好 气死她们 久等了 太暴露了 你会泡茶吧 等会儿不要给我丢人 茶酒不分家 我可是行家 你干嘛 没有水我怎么跑 杜总 李总到了 杜总 好久不见啊 杜总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洛黎 你们认识啊 我来介绍一下啊 余子哥 我新的合作伙伴 刚刚回国的大律师 杜总 请坐 请坐 坐 本来说下次见面就要请你吃饭 没想到下次来得这么快 上次是我太唐突了 等会儿我送你 倒茶 好 这水是哪里来的 跟谁 杜总 这位是 马上就会滚蛋的实习秘书 司堂 我听吴卫宁说你也在这儿 正好我也过来见个导演 大家好 我是苏可颜 教我可颜就好 这不是苏可颜吗 大明星 久仰久仰 一会儿很痒 您坐 叫 keyword 一会儿 哎哼 等会儿 读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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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会儿 是谁 难怪 我来说 你会耐好 跟那又是一会儿 是啊 您的 主持人 一会儿 来 这人 опрос 貌于升级奔波的人 想必 也没时间学吧 云秘书 我是不是冒犯到你了 真的惹的英雄们就美了 对 很冒犯 所以 你要道歉吗 这云秘书泡的茶香 滑 透 杜总 什么时候换秘书通知一下 不如直接来我这儿算了 李总这墙角挖的 也太明目张胆了 杜总 君子爱财嘛 我送你回去 喂 你还没到下班之间 是还有十分钟才下班 喂 你上了 我不习惯坐车 而且我已经下班了 我今天要让你加班 老娘不伺候了 喂 喂 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啊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也配说这句话 我也是一时机动才会打的你 我要报警 告你人声恭敬 而且我绝对不批你的离职报告 你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别扭 我总共就活了一辈子 不需要用这字 如果我说 你有上辈子 而且我们还认识 还是夫妻呢 你这招也太老土了吧 苏可言已经用过了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我们那个时候一起酿酒 住在一片株林里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那个时候我能不能 这过于玄混了吧 喂 等等我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这么能走 我平常出门都靠走的 之前你也很能走的 我们之前一起上山下河 再多久没进 你怎么变得这么弱了 停 行 不要再说电视剧剧本和小说情节 我信 我都信了 你信我是那个朝代的人 还是信我们曾经是夫妻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 前者吧 毕竟你的茶艺和现代炮厂的技术 是有些区别的 看来你真的不是他 那你告诉我 古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和我们现在猜测的一样 那个时候的瑰丽美妙 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不过现在这儿的一切 我们也想象不到 那 那时候的我 和现在有区别吗 看起来是一样的 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 以我对自己的了解 我上辈子肯定是死于非命 所以才没回去找你 无所谓了 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那 明天开始 我不会就上班了 天不求你 洛璃 不管有沒有前世今生 這一世 我已經喜歡上你了 爺爺說今天是場私人健保會 我就過來了 沒想到也能碰到你 我就是來做公證 既然這麼巧 不如 等下有個午飯 我是還欠你一段 聽伯父說 你一周前從杜氏辭職了職 嗯 而如果你還想鍛鍊的話 我倒是也認識幾個 李律師 來一下 來 杜總 保持距離 這是我的座位 不好意思 巧了 杜總 這個現保會余秘書也去 要給您推了嗎 你先幫我問問 能不能把我們安排坐在一起 雖然我們是競爭官方 你潛伏到我公司當我的秘書 這是你身份曝光後的第一次見面 倒也不用太尷尬了 我不在乎 是你找我做秘書 我也從未隱藏身份 以你並非我所找之人 我早就不想與你有任何瓜葛 怕獨臉撕仁 我從不浪費時間在錯誤的人身上 今天我來給大家介紹這裡的唐代展品 首先給大家介紹的是唐三彩貴富永 唐代早期文物 1956年出土自揚州 清料發色濃厭 是最能夠代表唐代女性的地位以及審美 唐代之式軍刀 刀長65.80 空身沒有任何換造瑕疵 臉具细腻明亮 其完整度國略之意 唐三彩 三彩桃馬 純馬匹有墨綠色 絨毯狀杖泥 前骨厚落 以綠色寶石隔代 形態逼真 造型矯健 此戲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請大家一步宴會廳吃些東西 請吧 沒有一個 你看上的嗎 大部分平平無奇 還有些是假的 怎麼可能 這位收藏家可是很有名的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們沒什麼見識 樓梨 午飯約不成了 只能等晚飯了 你 晚上有空嗎 但是 我不能坐車 只能走路 我挺喜歡散步的 那 我宣拍一下 嗯 這個人綠茶的姿態 簡直就是男版的蘇可言 能被他騙到 你也沒什麼見識嗎 你就是杜紫桑的新聘頭吧 跟哥哥走吧 啥呀 滾 平常對我不是挺厲害的 打他呀 他一看就是你的仇家 所以你以後最好離我遠一點 喂 什麼意思啊 有了小律師就忘了前老闆 我剛剛挨了一圈 得加錢 哎呦 這個小事都辦不好 還想加錢 滾 雲家大小姐又怎樣 讓我那麼出場 照樣變相好過 怎麼了 洛莉 杜總 一直想和杜總一起吃飯 但今天 怕不是時候 只是沒位置了 拼個座 這酒是 這是我們九仙拳的招牌白酒 用的是上千年的秘方 我們成功了 這是我和杜良娘的酒 有兩個天� 同學 最好還沒 是 也是 你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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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 我喝 千全 你真的不是多了 我 你 既然你不适度了 从今日今时起 这鸳鸯上 我被砸了 从此以后 你我恩断一绝 你我恩断一绝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真的是 多了 从此以后 你我恩断一绝 这边的酒气倒是挺带的 喂 陆琳 有急事 爸 妈 爷爷呢 云峰被抓走了 你爷爷一时着急 什么 云峰被抓了 昨天晚上 你弟弟被人设计仙人算了 最后是 已经都安排好了 云峰肯定没有心思 在想别的事情 还是你有办法 醉了 另一件事怎么样 当真要吗 不这样做 他怎么会娶我 可是我 张哥 你说你爱我 你就证明给我看 你能为我牺牲多少 是什么 司堂 我听说你的秘书辞职了 不如我来帮你一段时间 出去了 出去了 人家是真的很想要 九仙钱的广告一番吗 不可能 秘书可以做的事情 我都可以做 不可以做的事情 我也可以做 杜先生 您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稳定啊 您心脏问题更严重了 千万不要情绪激动 一定要注意心率 你那个监控心率的手环 怎么没带啊 忘记了 医生 最近有几次心跳加速的时候 都会对一个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感觉 像是 心动 杜先生 您很可能是错觉 您的心脏问题就是心率过速 只要对人心率过速 很容易让大脑产生对某人心动的错觉 错觉 余秘书 还做了饭给司堂带过来 还真是丫鬟席心呢 我不像你一样那么心 天天和黏着主子一样跟着杜司堂 我有家人呢 家人 不是 司堂 司堂 医生怎么说 司堂 你可是大律师啊 一定要帮帮我们家峰峰啊 呃 事情已经大哥了解了 到时候争取 不用争取 就让他进去 多管几年 爸 平常您骗大哥家就算了 峰峰可是您亲孙子 跟他多管一共家人很容易 放那边的坑 托峰 我一罢半价子 去 都出去 世堂了 来 走 走 爷爷 我来给你送饭了 还是我们洛梨好 知道疼爷爷 是不是不喜欢 喜欢 洛梨给爷爷做的饭 爷爷怎么能不喜欢呢 只是爷爷有一次生病 喝了一次就先全了 从那次以后啊 爷爷每次生病就像这 虽然您生病了 但是小酌一杯的话 不行不行 我们和杜江那是水火不相容 喝他们家的东西丢人 爷爷 我有办法让你喝到 也有办法 咱们上次看的家装不错 过几天再去买 杜总 就打小杜就行了 妈 你没必要交个新男朋友 还要把我叫回来吗 要不是风言风语传到我这儿 你以为我想见你 又说我喜欢男人 自从你爸死后 你接班 外面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了 就盼着你出事 不管你喜欢什么 娶个女人回来 那不然和云家联姻好 你脑子进水了 想气死我是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和云家是什么关系 趁早给我死了就调心 我看那个苏可颜还不错 娱乐圈的好拿捏 脸蛋长相也拿得出手 也还上得了台面 还没有什么黑料 你给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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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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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脏不好就是遗传了我 阿可颜 阿可颜 子唐 苏可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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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得到的碳头就会失去更多 苏可颜 是阿姨叫我过来的 我没有别的念头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好啊 如果我再发现你利用我母亲替你撑腰的话 我绝对缝杀你 那就是全的广告 我会撤掉所有待人只留你 只要你死了和我订婚的心 这度假期下的公司成功上市 特意叫我们过来 这分明就是虚情假意 恶心谁呢 谁不想锦衣夜行啊 你缩手 苏可颜 我真的受不了天天看你和她在一起 缩手 张哥 爱一个人就是要让她幸福 你再等我几年 我 冷静下来了吗 我就是等你几辈子 你也不会比杜死唐有钱 有些人生下来了 就是赢家 那我呢 我算什么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小三 小白脸 情夫 都可以 仔细 ちょ 小白脸 打拗 百里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洛梨 这是我的族女洛梨 云小姐 谢会幸会 云太太 咱们两个有日子没见了 你好 杜总 请 云小姐一个人来的吧 一会儿跳舞 云小姐有舞伴了吗 我的保镖也是一个人来的 只是保镖 对 苏小姐的保镖 到底是小三 情夫 还是小白脸 云小姐还 真是有趣啊 不会是弟弟进了监狱了 这件事他怎么知道 你着急 胡言乱语吧 这件事还没被曝光 要是在这儿被大家知道了 你们云家那惨不忍睹的骨架 恐怕就会绿到地老天荒了 洛林 好久没有和人聊得这么开心了 我们还真是一见如骨 走吧 大家好 我是苏可言 九仙拳旗下公司成功上市 我作为九仙拳的最新代言人 今天我和云家大小姐商量好 一起给大家献舞异曲 谢谢 记忆里那弯月下 望着你连强 你弹不出一幅画 你我不北方 看了月儿离开雷暑的话 我的你呀可否能留下 等到秋风起雨也掉下 看雪花仍被淡 与你八旧空天涯 与你属下欢散啊 你父亲我为你和琵琶 无论哪个屋檐下 你父亲我为你和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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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差点成了落汤机 半点风光都不剩了 对了 我来是想跟你聊云峰的事情 目前收集的证据对她都非常不利 我正在调取她从酒吧到酒店的完整监控 希望能有转机 谢谢宁子哥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件事我们家严格封锁了消息 连杜思堂都不知道 但是昨天 昨天怎么了 昨天苏可言说起了这件事 不会是弟弟进了监狱了 一着急胡言乱语吧 会不会是 洛丽 有个人来了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是我的疏忽 今日特意登门道歉 堂堂度假 居然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 那还办什么庆功务 宇大律师太高看我们度假了 度假旗下不过有那么三五家上市公司 不足挂赏 不像宇大律师打的都是些惊天大官司 只是这件好像未尝盛妓呀 诶 四达 你不是有事要和我说吗 我们去书房 你们先聊 走 我问你一个法律问题啊 如果一个女子 分别和两个男子有所勾结的话 会怎样 进出炉 洛丽 你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法律问题 这是道德问题 美好的爱情应该是 一生一世 一双人才对 那如果一生一世结束了 是不是就应该换人了 可人生不就只有一次吗 你怎么进来的 钥匙给我 可是伯母让我来照顾你了 我给你熬了鸡汤 我从不喝鸡汤 你喝完我立马就走 这个用一力就够了 多放进去 今天让你 我一大早就起来熬鸡汤 有点累 能不能在你这儿休息一会儿 滚 我这里从不留外人注意 又只差一点点 苏可颜 加油 你呀 没想到我们家洛梨还有真一烧啊 掠斗掠斗 你做的那个酒 只能喝一杯啊 好 一杯就一杯 到晚 在吗 在门就溢出来了 这酒很像酒仙船 但比酒仙船更香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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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嚷什么 天大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说 杜家那小子昏迷了一天一夜 估计不行了 杜司堂怎么了 要死了呗 杜司堂在里面吗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家的事情解决了吗 还有闲亲一直到这儿来 就快要找到 某火黑手了 所以 你也没有多少时间 可以在这儿耀武扬威了 那就看看 谁能笑到最后吧 可以叮嘱了 您就更不能进去了 趁着杜家那小子昏迷 现在进军白酒市场 正是抢夺白酒市场份额的最好时机 杜家一直做的是传统酒业 我们做洋酒和白葡萄酒 这市场冲撞根本就没那么大 没有吞并的野心 哪来的未来和发展 贸然进军并不熟悉的领人 后果你负责 爸 一百多年前 九海是咱们云渡两家的 要不是他们耍仗 把九海占为己有 哪有他们今天 再说了 咱们云家 也是这两年才东山再起的 大哥忘了 您没忘吧 我还没忘 爸 只是杜家现在根基太大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重体 把时间搞大 我们也占不到便宜 难道我们云家没有实力吗 再说了 杜家发展这么好 跟那杜家那小子密不可分 杜家那小子不行了 洛黎做的这个酒 也不比杜家的差 没错 当年确实是他杜家 对不起我们 如果此时可以还击的话 未尝不可 爸 爸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杜思堂是在假装 他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呢 不可能 我买同了他身边的人 告诉我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你可以用钱买同他身边的人 他也可以用钱 让身边的人欺骗你 我觉得这事啊 还是得慎重 毕竟我们俩家这么多年 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大哥 这丫头胆小 你又这么谨慎 难怪外外人说 我们云家还不如人度假 我就说这事不能干 这事明明就得干 云小姐 是我呀 听说你昏迷不行 怎么 失望了 你总是喜欢这样曲解人吗 曲解人 你们云家已经开始打压度假了 你不会不知情吧 我只是路过 顺便探望 既然你没事 是 告辞 你这个探望也太没诚意了 起码也要看看我才行 干嘛了 我那天在泳池 好像看到了一些你说的 上辈子的画面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让开 我知道云露离在里边 凭什么就不让我进 凭什么 就凭我是云家大小姐 和杜思堂门当户队 你呢 凭什么 我是思堂妈妈轻点的为了儿媳 苏小姐 这种空投支票你也行 三岁小孩呢 真是幼稚到可以 你 你 你 手段也拙劣得这么上不了台队 和你终于一样 医生 请进 请问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杜思堂的情况 你应该明白 作为一名职业医生 病人的情况 我们是要保密的 我会替你保密的 杜总报告出来了 跟你说一下 好 老板 思堂 我来照顾你了 你说句话呀 我知道你醒了 出去 思堂 不管你怎么对 我都不会改变喜欢你的心意的 怎么是你啊 杜总我转院了 病房还没到期 我来休息一下 去哪儿了 我想了一天 我们之前上山砍柴 下河抓鱼 现在好像都不可能了 怎么不可能 砍柴对环境不好啊 钓鱼这种事情 难道不是随时都可以的吗 不好啊 你那个时候会给我做饭了 家里的事物 都是由你来打理 我什么都没想起来 明天再试试好吧 你为什么要装昏迷 当然是为了揪出身边的一心人 不过我没想到你们云家也会相信 并且如此火急火燎的出手 这不太像你们家的风格 先生 给你女朋友买树花吧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啊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啊 是我妻子 是上辈子的 谢谢 谢谢 洛林 这是 路上买的 我还以为谁送的呢 正在傲那被抢先了一步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妻子 洛林 每次说吃饭总是错过 明天能不能 我明天没空 什么今天明天的 晚饭吃不了 那就吃宵夜吧 洛林 我和你一样就行 这家店很不错 我常来 听说 他们家生鱼片很好吃 生鱼 小鱼 那怎么吃 洛林 自从我回国 一直想找你好好聊聊 感觉 好像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许多事情 你今天过来 是我弟弟的事情 有进展了吗 云峰 涉嫌性侵 女方一口咬定 自己是被强迫的 现在还在取证 你还记得我上次和你说的那两个人吗 苏可言和张哥 我觉得这件事情 肯定和他们两个有关系 尤其是那个男人 我已经住手调查了 不过 我今天来 还有别的事情 我跟爷爷说 我准备追你 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追我 追赶 追金 其实 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想说了 这是没有合适的机会 我也想当面说 显得正式一些 我考虑了很久 我 真的是认真的 大律师 你不是说还要去医院装昏迷吗 我听吴维宁说 亲眼看到你和这个男人出了医院 所以特意来看看 杜总 洛丽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秘书了 这是她的私人时间 我们的私事 我耽误的是洛丽的时间 不耽误你的 你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不耽误的 你 我努力地找回忆 你却背着我和这个男人约会 约会 什么是约会 是不是我晚来一步 你就答应他了 洛丽 你会答应我吗 答应什么 他不会 你会 他不会 为什么呀 余子哥 慢慢吃 这顿我请 我还是没听懂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什么 不用头 你跟他很熟吗 算是我在这儿最好的朋友 跟我找回忆去 你慢点 再慢点 我在这里乘方了整片山头 看吧 幻觉 我肯定能想起了 啊 啊 呃 我觉得我就快想起来了 要不咱们再见 下一个地方 你一定能想起来 你 我们 一起看过日出吗 嗯 之前 总看 会这样吗 嗯 这里好熟悉啊 这里是我们家泛了九海的山林 每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 你带过别人来吗 怎么可能 你是第一个 这算是我从小到大的秘密基地 我甚至给每颗竹子 都起了名字 这里真的一点都没有变 我们之前就住在这儿 那我们是我们的后代 我是我自己的祖宗 那个时候家族旁旨很大 我们没有孩子 可能是什么远房亲戚 或者是其他的后代吧 早就没什么关系了 这里是藏九海的地方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藏九海的地方 我之前就住在这里 你不说 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来过吗 我能进去看看吗 我们有家规 除非是都市的掌管者 其他人一律不许住你 你不会怀疑 我会偷你的九海吧 如果云家得到了九海 就能研制住和九仙泉一样的九 你就不心动吗 这个东西就是我研制出来的 我现在也做得出来 根本不需要偷 换句话来说 这里面的东西还原本就是我的呢 就算我拿走 也理所应当 我相信你 不过家屋还在 你要是非要看 就只能先答应做我女朋友 这样我才不算特别违背 等你都想起来再说吧 你要看了 我可就到你默认了 杜总 九海怎么会丢呢 没人知道我们把九海藏在这里啊 难道是他 杜总 九海怎么会丢呢 没人知道我们把九海藏在这里啊 看来 你今天是没有眼福了 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 杜 司坦 发生这种事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 总之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回九海的 告 再见 雲小姐 请吧 两件事 一 全面封锁九海失窃的消息 二 配合警方搜集证据 放心吧 妈 目前库存还算充足 只要消息不外泄 暂时不会对杜氏集团产生多少负面影响 而且警方已经介入 相信很快就能找回九海 什么见不得人的消息 还不能让我听见吗 警方在案方现场发现了可疑头发 金化验是云小姐的 云洛梨 云家 没一个好东西 云小姐已被警方传唤落了口供 并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现场监控修复得如何 监控损坏严重 修复好了监控 只派到了三名男性 并没有看到云小姐 盗贼处心积虑地破坏监控 却又在现场留下毛发证据 这失误未免也太过敌解 我还是相信洛梨 好了 四塔 铁证如山 你呢 就别替他辩解什么 想必他这么做 也根本不在乎你怎么想 我听说 咱家九海丢了 你听谁说的 你听谁说的 我 我听他说的 我没有 冤枉啊 可能是我记错了 反正就是听杜家的下人说的 这么紧张 不会是真的吧 我相信九海一定会找到的 阿姨和四塔也别太伤心了 当务至极 是先稳定军心 怎么说 就是 九海一丢 外面肯定会有一些流言蜚语 不如 我和四塔趁这个机会完婚 一来呢 可以稳定军心 二来 胡闹 苏可燕我告诉你 我渡四塔就是死了 也绝对不会娶你 四塔 阿姨 可燕 不是我说你 你今天确实过分了 你和四塔的婚事嘛 恐怕是成不了 阿姨也帮不了你 阿姨 阿姨 你答应了要让四塔娶我的 不算数了吗 我可没有给你任何承诺 我为您 送客 行吧 耍我是吧 好 好 文相和四塔结婚后 就把九海还给杜家 是他们逼我的 宝贝 别伤心 你还有我 蘿莉啊 嗯 你这两天兴致不太高啊 有心事吗 放心吧爹 我没事的 我听说 你最近去了他警局露口供 出什么事了吗 就是一家店铺失窃 我是目击者 店铺失窃 大哥 好消息 我说什么来着 谁说咱们云家做不好白酒的 你看看 洛莉你也在啊 这次你可为咱们云家立了大功 叔叔 此话怎讲 你不是给了爷爷酒取配方吗 咱们云家做成白酒全面上市 已经抢夺了他们杜家两成的市场份额 什么 我回屋休息了 他这是怎么了 爸爸拿进来吗 想见 哭鼻子了 爸知道你 对杜家那小子有益 不想看到咱们家 抢了他们家的生意 对吧 哪有 当年杜家读出了九海 如今也算是因果循环 但是杜家毕竟是家大业大 不会因此大伤元气 有了竞品的压力 说不定还能迫使他们改良配方 不至于抱着一缸老祖的九海 吃一辈子 其实 我给爷爷的配方 就是度假酒取的配方 什么 我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我从大逃而来 千年前 我和他并非这样 一切都并非这样 我与杜郎酿酒品酒 日出而作 总算造出酒去 但杜郎却说 酒香也怕巷子深 要去自荐一番 这一走就是三年 我日盼夜盼 没能等到杜郎 却等到了想抢酒去的逮人 我到死 都没等到他回来 死他 你可以做好吗 老伙子 人生装 这两盆酒的口感有什么区别吗 你怀疑我吗 所以你还是觉得 是我偷走了你们杜家的酒海 我只是好奇 为什么这两盆酒的口感 会如此相似 我在竹林的时候跟你说过 所谓的酒海 是当年我和杜朗一起研制的 至于为什么偏偏这时候 会出现口感类似的酒 那又是另外一个巧合 我累了 多说无意 后悔无期 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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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总 监控录像已经做了进一步修复处理 请过目 原来是他 可是这模糊的影像 不足以作为证据啊 我自有办法 杜斯汤还看不起我 这下 他度假最多也就算调落水狗了 唯一不爽的就是 便宜了云甲 你不会还在吃那个云生梨的醋吗 等着看吧 看怎么收拾他 听说 撤凑 我怎么会的说 说 我行了 误啊 我哭了 你怎么会是 我 你对你 我 怎么会这么说的又怎么会的呢 你不想我吗 司堂 只要你回心转业 我一定对你不离不弃 吉儿爷 哥们儿 好久不见啊 你是 不记得我了 咱们在杜家宴会上见过啊 我 杜司堂的助理啊 请坐 你们杜总今天是 别提了 自从杜家被偷了九海 那是一天不如一天 像我们这种小角色 实不相瞒 都在自己谋生路 兄弟 如果你不嫌弃 以后跟着哥混吧 老兄场亮 不过 别怪兄弟说句实话 你不爱听 只管说 你现在是 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呀 跟你说个秘密 其实啊 你们偷九海的事情 都被监控拍下来了 不可能啊 根本就不是我做的 我知道你毁了监控 但那儿不止一台监控啊 那杜司堂怎么还在喝可颜喝酒 他呀 就想利用苏可颜的流量翻身呀 毕竟监控里没拍到苏可颜 我估摸着 他们俩正在商量 怎么把郭扣你一个人的头上 你不用挑拨我们的关系 那件事情我根本没做 你不信就算了 我呀 就是被杜司堂压榨得太狠了 不想让他们拿回九海 所以才来告诉你的 可颜 我现在不过是个失败者 你不要跟他 失败也比你成功 别坏我好事 滚 好事 如果他和我一样 知道了你做那些好事 你觉得你还会有机会吗 你敢说 看在可颜的面子上 你把交换还给我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再给你一笔钱 让你滚蛋 果然是你愁美我 杜司堂 你别省 苏可颜已经把九海毁了 回不来了 你胡说 司堂 你别听他说 我什么都没做 是他 一定是他嫉妒你 偷了九海 苏可颜 跟我走吧 松手 苏可颜 疯啊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贱人 司堂 苏说 洛璃在吗 洛璃已经离家半个月了 你来得正好 进来吧 来 先坐下来 来 坐吧 司堂 给 这是 九海的 九海的配方单 允叔这是什么意思 杜家九海失窃的事情 洛璃已经告诉我了 你放心 我没跟别人说 洛璃还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爸说出来 你会难以置信 是关于唐大的事情吗 看来已经知道了 我正愿意 我正愁怎么跟你解释呢 这个配方单本就属于云渡两家 现在交给你 也算是物贵原主 至于洛璃的去处 你就只能从你们前世的记忆中去寻找了 你带别人来过吗 怎么可能 你是第一个 我甚至给每个竹子 都起了名字 咱们什么时候能去长安城啊 我好想去啊 等咱们的酒酿好了 我挑去城里卖够了银子 我就带你去长安 望着你远迁 你弹过出一幅画 你为我不白发 看那月儿离开雷暑的花 我的你要可否能留下 等到秋风起 雨也雕下 看雪花人被他 与你八旧共天涯 与你树下花散了 若离 你父亲 我为你和琵琶 无论哪个雾烟香 若离 我为你和琵琶 你二十次 你不知我为你和你怕 无奈何无恋想